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请到了一个我们评论的观众朋友他在加拿大 然后今天刚好来到我们华盛顿DC的演播室 然后一起来谈这个话题 王先生 然后他也是一个年轻的创业者 今天跟我比较类似的 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所以借这个机会来请他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你好 王先生 你好 请先生 非常感谢来到我们演播室 因为你是第一位在美国境外的 来到我们演播室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一起来探讨探讨 请教一下 没有没有 其实最近最火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段休假期间 就是崔永元他爆料说 范冰冰设限有一个阴阳合同 好像是差不多是十年前拍了一个电影叫《手机》嘛 然后说他合同上那个片约是 片酬是一千万 然后背后还有一个合同是有四千万还是五千万是不是 对 他是说好像是说那个 当时他拍这个手机的时候 什么伤害了崔永元的感情 然后他就给他爆料了一些 他所知道的那些 但他这个合同什么不是手机那时候的合同 是什么时候的 应该是最近或者最近几年吧 那时候的合同应该范冰冰还没有这么 不值这么多钱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范冰冰如果是手机 我记得那个主演男主演是葛游嘛 对不对 葛游那时候名气应该比较大 如果说片组的话应该很高 范冰冰在那边角色好像叫五月嘛 就是一个 就是你没看 我其实当时有看 我有一点印象 但是他的戏份很少啊 后来说那个戏他就拍几天就完了 输入竟然这么高 这个他应该不是讲的那样 就因为他拍了手机 然后跟崔伟游接下来一个梁子 然后他把他曝光了 就是说他后面的一些事情 就应该是最近几年的那个合同吧 不是手机的那时候的合同 他现在在拍手机二 他可能跟第二部有一点关系 但是anyway我其实对他们之间的恩怨 我不是很感兴趣的 我最关键的觉得说 这个阴阳合同很有意思 因为之前呢没有公开过 就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也不知道说 有这种阴阳合同 有这种事情对不对 那演员的输入啊 我不知道 如果说八十年代啊 那种演员输入 其实跟普通老百姓 没什么多少差别的 那样西游记那么火对吧 他们一个月工资也有几块钱 是不是 跟我们老百姓差不多 那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 你知道现在 现在那个 我知道早期 比较十年前好了 那个拍电视剧的话 拍一集啊 一个演员主演的话 他们可能就三五万块钱 他们说现在那个片酬 就是几十万一集 有的八十万一百万一集 你想想 便宜了 你能在大拍 是不是啊 几百万一集可能都有 是太夸张了 我就觉得说 这个 是他们的收入水平 有那么高吗 还是说中国通货膨胀 已经那么那么厉害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 这个明星的 输入高 我们老百姓 也就是羡慕的 谁叫 受众那么多吗 其实美国的明星的输入也很高 这我也知道 我们慢慢会讲到 我们不是说羡慕基督 恨说他们输入高 这倒没所谓 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知道 纳税嘛 是我们每个 公民的义务 不管在中国 美国加拿大 anywhere 世界各个地方 他们说什么 有两件事 人生是避免不了的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交税 对不对 交税是义务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公共服务嘛 对不对 发明明也需要嘛 但这问题是 为什么说我们普通老百姓 老老实在要去交很多税 然后明星比如说 他一千万是纳税的 另外四千万 涉嫌逃税啊 或者说少交税啊 那大家其实接受不了的 可以这么说嘛 对不对 你应该 你高收入 你也应该为社会 承担应尽的责任嘛 是不是 这一点 大家公众的质疑 对方明明的质疑 应该是成立的 对不对 对 其实如果按照 美国加拿大来说 应该是收入越高 你那个税率会越高 比如说你普通人 我百分之三十的税率 你像你如果收入 达到一百万 或一千万以上 你可能就百分之五十六十 甚至像法国 比较极端 还达到说百分之七十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法国富豪 就变成国外去了 对吧 那其实中国好像 如果从个人输入 所得税来说 现在 因为我离开 跟你差不多离开 中国都五六年了 对吧 我记得早期是 那个起接线 是大概三千 不知道现在是 调了三千五 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是很记得 说实话 因为说实话 因为现在的 当然你可以讲说 中国的老百姓 的输入水平高了 其实现在说实话 钱不值钱 那个购买率也下降了 我们知道 这个通货膨胀也很厉害 所以他那个输入的 那个征税 那个限 是很有问题 我在早些年 我就提议说 你应该人大去开会 那每年不是要 人大每年要开会吗 三月份 你应该把那个 个人输入 所得税 的纳税 那个限 比如说起征点 你要调到一万块 或者说更高 才合理 好像这个事情 那个谁 就我们浙江 那个娃哈哈的 那个中庆后 一直在提 他也是这个观点 是不是 他 我记得好像他就 去年 今年也还在提 说要 涨到一万 或者什么之类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你看中国的 这个个人收入所 所以每年可能 能收个几千亿 我们又记得 那个具体数字 其实大多数 都是普通老百姓交的 就是比如说 白领阶层 或者是中低 输入阶层 那三千块 是中低输入 现在上海的 最低薪水 好像一个小时 多少钱都快 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普通老百姓 来交这个钱 那个大明星 你看那输入 拍一场戏 就几千万了 对吧 你有本事赚几千万 可以 那你要交税 照照纳税 所以他们最后说 那个无锡 好像是 那个税务局 去调查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结果 会不会就像 他们背后有什么 人可以把他压住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怎么说呢 老百姓 睁个眼睛看 是不是 你相对公平吧 你输入高低 我们知道中国输入 悬殊很大 贫富差距很大 美国当然也很大 我们不是说 美国就 标数不大 但是你高输入 你要承担 应该的责任 你要纳税 这是有另外 其实你没想过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 公众会提出来 这个背后 范明明当时 他现在可能会比较红 那个片种很高 当时其实片出 没应该那么高 拍户戏 五六千万的输入 会不会设计 背后有些利益输送 就是中国现在 查的那个腐败问题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 我觉得这种 可能也会有 可能吧 这个因为具体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中国的那个 有关部门 应该去调查 这个事情 对吧 不过问是说 税数的角度 还是腐败的角度 都应该去查 何况那个 陈永元说 他还有一出退的合同 可能这个演艺圈的 这个阴阳合同 是个惯例的 应该 其实就这件事 爆出来 你们听到 他们说 片酬现在公开的讲 说在那个新疆 某一个地方 我忘了那个地方 地名了 以前从来没听过 税数有很多优惠 然后呢 这些演员呢 主要是那些大牌的演员 都在那里注册一个公司 或者工作室 没演部戏呢 那个公开的片酬 都是没那么高 但是以工作室的名义呢 好像做一个投资 然后呢 那个公司可能用一次 拍部戏用一次 就注册一个这样子 用来去避税 其实 从这个话题 我们讲到说 普通老百姓 老老实实交税 那些有钱人 我们现在讲的明星嘛 那个钱可能来的 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做企业 我们知道 做过企业的 还是很辛苦赚那个钱 他们有很多方式去避税 一个 当然一个设限逃税 另外还有避税 这次就是 很明显的一个状况了 当然我们 可能下期节目会讲到 说美国 加拿大 大明星 输入高 也有可能会 他们会有各种方法去避税 但是中国的这个税负 我才讲呢 不光说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喊冤 其实 更重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 最近 特别是最近 我是前天 在推特上 有人跟我发一个消息 说 在东北 应该是 七七号尔 是黑龙江省 一个地方 这个地级市 那些记者 编辑 然后都站出来 打着横幅 讨薪 他是三个月都没拿到薪水 养家都成问题了 那个供房子都供不了了 就是电视台的员工 我目测一下 大概有几十人能站出来 然后 都去 他们都没有钱发薪水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是一个 我想提醒你 我觉得电视台一方来说 都还是比较吃香的 都叫什么汉烙饱书的 是不是 都是所谓是 有编制的什么单位 是不是 因为还有什么老师 安徽 六安还是哪些地方 有那个老师 薪水也是没有及时发放 然后去 也上街去讨历 那其他的讨历就更多了 我们五一的时候 有什么塔吊司机 最近有什么卡车司机 都要罢工 但跟薪水都有关系 一方面就是老百姓 无论是体制内外 体制外的工作的老百姓 也是觉得说 这个收入很低 消费很高 税收压力很大 连现在连体制内的 他们 他们也会这么紧张吗 就是 也连薪水都发不了 你没想过 这背后有什么问题 这个说实话 我真没这么想过 因为我一直 你觉得中国现在是什么 中国政府应该很有钱 是不是 我是觉得 应该来说 你说 那个一般的 普通老百姓 普通的上班族 你说可能 会这种薪水问题 但我是没想过 说那个 这种体制内 还会有 有种讨薪的这种问题 这个 因为我对中国 在我问题研究比较多 其实我看了这个 我不吃惊 我就觉得说 这些人终于站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 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站出来 另外还有很多人想站 没有勇气站出来 我们知道中国人 有些国家好死不如赖活 他不到最关键的时候 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不会站出来 说勇敢的说 挑战 中国执政党 或者中国政府 你看他们那个 标语都说 不能不管党的喉舌 就说我是帮你党说好话的 来点赞 来粉饰太平 为什么 也会欠薪水 那背后其实我觉得 他们不是愿意想欠 他们也不愿意 但是呢 地方政府的 这个叫什么 财务状况非常糟糕 我们就好像打个比方 你说做企业的老板 谁愿意企业去破产 不给原员工发薪水 我觉得这种老板 还是很少的 大多数情况 他实在是资金链断了 实在是付不出来 这个员工的薪水 付不出来供应商的钱 他才破产 才跑路 是不是 那地方政府 他没办法跑路 在中国 他不像西方的 比如说美国 某一个地方政府 他都宣布破产了 他没办法破产 所以呢 他只有说 薪水去降他们 我其实听到 有些 有些企事业单位 他们从领导开始 都开始领半薪 真的吗 对 他就是高峰亮节 因为没办法 他也知道 他们的财务状况 另外还有一些是什么 就是很早就开始了 他们的那个薪水 就是入不敷出 地方财政输入 是cover不了 他们的支出的 去向银行贷款 来发薪水 就维持这个 基层政府的运转 想想也是蛮厉害的 你想想是不是 所以我在想 从这个 范明明这个 税负的问题 引出来 一方面老百姓 都觉得自己 交了很多税 对不对 已经交了那么多税 那另一方面呢 那个政府也 也说他没钱 你看他 他政府的 雇佣的人 他的薪水 都没有保障 那问题来了 钱去哪里了 就范明明他们 都淘掉了 没有交 那有一部分是 到了那些 那范明明是 其实我们跟范明明 是没有任何个人 人员的 就是以他为代表 或者说范明明们 他们到他们 个人腰包 那另外一方面 大家可能老百姓 很清楚 就是到了那些 贪官的腰包 就是官员的腰包 是不是 利益集团的腰包 对不对 然后那些钱 当然在美国 有很大一部分吧 加拿大有吧 是不是 什么澳大利亚有吧 是不是 有一部分 已经是流到海外了 当然 那是不是就说明 中国州 这个 一方面 老百姓每天 拼拼拼拼拼干活 是不是 辛苦干活 交那么多税 公共服务嘛 满满活 我只能这么讲 我不知道中国人 会不会觉得 自己享受的这个 福利啊 公共服务很好 你如果说你觉得说 哎呀 我们生活的这个 城市 然后现在一天一个样子 然后高楼大厦 很漂亮 是不是 地铁也很新啊 高铁也很快啊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看看 觉得说 觉得你就理解了 公共服务很好的话 你又觉得中国进步很大 当然也很高兴 是不是 但实际上 如果那个 纵向的比较 比如说医疗啊 教育啊 养老啊 住房啊 那这些 涉及到这些公共服务来说 横向比较 比如说跟美国 跟加拿大比较 跟欧洲比较 甚至跟日本 韩国比较 那可能中国 应该说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是差别蛮大的 对对 基本上我个人在中国的生活体验 纳税的时候是 纳税光荣啊 就是你要交很多税 但实际上 我们要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时候呢 他有进步 我承认他可以以前有进步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还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对 这是肯定的 怎么样 希望他们能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你从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啊 接下来 中国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 他现在你看啊 老百姓已经没办法 他现在那个起政点是三千三千五 他不可能降到两千 他只会往上走 往下走 老百姓更不干 是不是 好 但是往上走 没办法 你那个也就那么多钱嘛 是不是 他管不了 他现在支出很大 政府 听说前两天 那个上河在青岛的峰会 上河组织峰会 光那个什么 就是形象工程吧 花了说几千亿 很漂亮 那个我也看到的 确实灯光很漂亮 我没看完 我不忍心看 我都没看 我不忍心看 我觉得做的那么漂亮 得花多少钱 但是 但是几天之后 都打回原形的 那个青岛 青岛一场大冰雹啊 就是 也有什么立交桥垮了 也有很多人车被砸了 甚至还有很多鱼虾的 天上飞都有 我在青岛生活了一个段时间 青岛其实 因为海滨城市嘛 然后他那个排水系统 当年说是德国造的 对 听说过 是很好 但是我没想到说 这是烟的也这么厉害 我是真的搞不懂 他们现在怎么弄的 这是真实 一方面 我们看到那个上河 那个峰会开的时候 青岛那么漂亮 也是真实的 在峰会开完 另外一个青岛 漫无天日了 对不对 飞沙走势 这种也是真实的 这是很遗憾 就像看中国一样 那方明明有钱 是很真实的 对不对 人家拍上戏几千万 那个 对不对 人家三个月没发工资 也是真实的 就是你说哪个是真实的中国 都一样 就好像我们平时 比如看看手机朋友圈 我们朋友 他们都天天吃喝玩乐 都很开心的嘛 国内中产阶级 过得很好的嘛 对不对 哪有像我们 我们评论里面老是讲 中国这个问题 那个还要没那么严重 实际上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不到的 比我们讲的还严重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 我想更多讲一下 接下来大家猜一猜 中国政府会做什么 你觉得那个 肯定是开源截流 开源截流 对不对 当然正常都会开源截流 不过我对他们截流 我不抱信心 我在大概两三年前 我就提倡说 你要开源截流 你首先比如说 你要减税 对不对 减税就不是开源 减税是那个断源 但是要激发中国的活力嘛 经济的活力嘛 还有那个个税有要调嘛 我当时也提到 那还有个重要的就是 裁员截流 说起来截流 你要把那庞大的 那个臃肿的公务员系统 咔咔咔 要砍掉 他们政府才是养了人 这是多少人 说是说 正规的公务员 说八百万多少 实际上有几千万 三四千万人 是依赖这个系统里面 依附于这个所谓的体制 那这样子那么大的支出 所谓叫刚进支出啊 是不是 他就是这样 怎么再多的钱 还不算贪污了 再多的钱 他都花得掉 用得掉 当然他们现在 中国政府在搞那个反腐 也是很好 跟贪污的这部分 能少一点 但是不够 远远不够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方面应该是 可能稍微也有点效果吧 就我国内有朋友 做工程 说就这几年 不敢那个背后的交易了 是吧 就这几年好像 就是会正规了不少 就是对他们来说 成本开始也少了很多 好像也有一定的效果 这方面是好一点 有进步我们得承认 但是 节流呢 我不是很看好 我觉得他自己 要去砍自己的人 很难 开源是一定会开的 对 像范明明他们 范明明我觉得 这是撞在枪口上 也不是撞在枪口上 你必须得爱国嘛 拿出行动来 国家现在才是没钱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这种要有钱人嘛 通俗家也实际就是 所谓富豪阶层 范明明也首先是个小富豪了 那些身家十亿啊 百亿那些人就更不用说了 不是什么小富豪了 也大富豪 也属于至少中等以上了吧 OK 那像他们这些人 我觉得可能要对 财政的贡献要加大了 未来几年 就看怎么做了 怎么做 税收方面可以做文章 去查他们会有问题 很容易 另外还有一些 现在反腐一个利剑嘛 腐败方面 以前有没有设限过 一些权钱交易啊 我觉得要查什么 王健林啊 什么什么 管他是 哪 这些富豪排行榜 从上往下查 那肯定每个都有 每个都能 都能挂 挂一些钱出来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 老百姓可能能讲得到 当然我们评论的观众 这种富豪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被查了 被抓了 我们也没什么心疼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就是他开源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中产阶级 庞大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最不愿意 社会动荡的 不愿意激烈的怎么样的 对不对 岁月静好多好 但是没办法 现在政府缺钱 连他们自己员工的薪水 都发不出来 怎么办 他没办法 他可以开源接流 开源的话 最重要的房地产税 对 给国际借购 美国也交啊 房产税好像 Purperty Tax 美国也交啊 对 你加拿大也交 是不是 都很厉害啊 这个应该来说 都是一块很大的收入 是啊 像地方政府 以前我们知道 卖地嘛 对 对不对 那把房地产拉高 卖地的输入很高 是不是 对 这个是有点 不 地方政府 我再批评 所以不要紧 你卖地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70年的那个 那个地的税 相当于已经交了 是不是 你现在等于再来输 那个房地产税 其实是法理上的 是不合理的 但是 但是中国的情况 比较特殊 那个政府没钱的 你不可能让那个 那个 政府官员都做义工啊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 没有这么好的境界 对吧 所以 房地产税 中国 在接下来的 比如说2018年 最快 2018年底吧 卖了2019 2020 我觉得这一刀是迟早的下来了 政府真的没钱了 他不会让自己饿死啊 他有几个地方 像我说上海啊 然后重庆啊 什么的 有几个地方 四点 但是四点 它是小范围的 而且力度是比较温柔的 你想想美国 一下子吓人了 老百姓接不来 像美国 他那个地税 我知道 1%到3% 就是 你个房产的评估价值的 1%到3% 每个州不一样 每个市 每个county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评估 那基本上这些钱 都用到老百姓身上 都用到什么教育啊 对不对 警察 公共安全开支啊 是不是 是应该的 老百姓都交了 费用是不低 他可以啊 中国是接轨啊 对 所以这个老百姓 你喊愿意 估计没办法 你有10大房 你就要交10个税 而且这个税的话 其实 就他们本地人 哪怕加拿大 美国 其实这个压力 也是蛮重的 是 当然很大一个支出呀 就是 特别像我前段时间 看到一个什么新闻 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那边 一对老夫妻 那个房子 买来可能那几十年前 买来4万块钱 然后现在因为 哦 升值对吧 温哥华嘛 你知道这 对对对 最近涨了好多 最近几年 现在他这个房子 可能值好几百万 但他交税一年 就要交什么几千上万的 他们有房子 有这个房子 但没这个钱来交这个税 这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所以 甚至对于安居乐意的老百姓 他不愿意房地产涨那么高 不像中国 因为涨了高 升值可以卖啊 可以怎么样 觉得自己资产升值 因为他又不想卖这个房子 他把这个房子卖掉是有钱 但他在这生活了几十年 对他又不愿意去 他又不愿意卖这个房子 但不愿意卖这个房子 你一年的税几千上万 他又交不起 这个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 就不希望说那个 就是稳定嘛 不要那时候暴涨暴跌 这就很麻烦 所以 你刚才提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房地产税 我们评论可能下两期节目 会专门讲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的话题 楼市的话题 很多很多观众会很关心 然后买啊还是卖啊 中国人都会关心这个楼市 所以我们这个税讲完了 会继续讲这个话题 这个 我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节流我现在看不到 中国政府在哪方面会节流 开会该花来花 该外面去大傻逼的 对吧 该资源来资源 就是三公消费应该是节流了 稍微节流了一些 对三公消费 那是政府支出 那是不错 还得点个小赞 这个方面确实 可能这几年是节流了一些 那我们得承认 腐败也少了一点 但是 但是远远不能cover他们的支出 有一点我提醒你 它公共安全支出很大 所谓的维稳支出 一直在增长 比那个军费增长 早就超过了 三年前就超过了 现在 现在那个增长幅度更大 当然 超过 超过一万亿 应该超过一万两千亿 就是 中央政府的 加上各地方政府 加起来会有那么多 中国政府不太承认说 我有那么高 因为这个数字出来 实在太难看了 不管怎么说 政府的支出 我是有专门看过 那个每年两会的 那个政府支出报告 我专门研究 一条条研究 我一条条研究 我到底看他们钱花在哪里 实际上我看到感觉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政府真的很缺钱 因为为什么 落实到每一项的那个钱 其实真的不多 国家很大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中国政府 应该更多的 像西方学院 你那个钱花在 刀刃上 中国有每年两会 它这个报告也会有吗 有有有 所以作为老百姓 一般不注意 我因为专门研究 我以为 美国他们每年都有 我一直以为 中国政府也有 大家有兴趣了 在网上也可以查到 政府网上可以查到 也是有 有有 有公开 有公开 但是有个 我要提醒 这个数据 背后是不是非常确 真实 这个就 中国国情特殊一点 大家可以打个问号 自己想一下 不管怎么说 从这个 信用员爆料 发明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税负状况 也更多的想到说 我们自己的一个 税负的压力 大家做好准备 我觉得 可能 最好是中国政府 跟我们老百姓一起 去共课时间 会比较好 不能把这个 所有的压力 全部压到老百姓身上 对不对 我们今天这一期 上半 这个节目 上半半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会继续播出 跟税负有关的下半节 我们主要讲 那个美国和加拿大的 税负情况怎么样 这样有对比嘛 才没有伤害 对吗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从华盛顿出发 一起探秘 财经 新世界 评论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赚